從兵營館送出這一具 在22號晚間修復完的遺體 就是台鐵普悠瑪事故中 不幸罹難的悲難國中老師 李詩涵 家主前往現場確認後 有父親當前導車 引鈴回台東老家 謝謝 是準備帶回台東 進行相關的儀式嗎 家屬不願多談金融前面容憔悴 年僅26歲的李詩涵 原本是位特教老師 努力籌經費就要帶學生出國 沒想到卻遇上劫難 從普悠瑪上找回來的紅色行李箱 因為撞擊破損 她就是當天李詩涵帶著的行李箱 現在卻等不到她的主人來認領 同樣罹難的另外一名女老師 張嘉穎則是在學校服務5年 任外教學選擇到偏鄉服務 現在卻搭上了死亡列車 家屬痛批政府根本搜救不利 賴運載你很強 是啊 那後來真的有改善嗎 有啊 是有啦 有改善啦 有草有糖吃嘛 兩位老師認真教學 悲難的師生文訓 也在22號舉行集會 悼念失去的兩名老師和三位同學 並且安排輔導人員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 就希望能以最圓滿的方式好好送走最親愛的人 記者李英偉學長方台報導 比賴金 兩位 是